哈喽大家好,我是博生科技正哥 今天我们讲一下建仓参考价 在建仓机制中,可设置以持仓均价或伪当均价 作为建仓参考的基准点 当价格下跌至建仓参考价减去建仓间隔的时候 若为启用追踪建仓则买入货币 若以启用追踪建仓则触发追踪建仓 追踪结束后买入货币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建仓间隔包含了建仓数据 追踪建仓智能调整等因素